那接下来呢我们将会分享到的是一条非常现代的消息了 那继这个7月份的巴黎时装周之后呢 韩庚这次也是再次来到了这个法国的巴黎 不过呢这回韩庚可不是作为一个观光客 而是拍摄一部中法合作的电影《寻找罗麦》 那头一回与这个法国演员呢一起来拍戏啊 韩庚的法语能应付的过来吗 而关于接下来的《变形金刚4》 韩庚又会做怎样的准备呢 让我们继续往下来看吧 原来韩庚在与法国演员拍戏前 都会在翻译的指导下记住几个关键词 以便能顺利接词 在这部中法合拍的爱情电影《寻找罗麦》中出演男一号 韩庚的法语水平究竟如何呢 有法语台词的时候就会提前先去背 就上了一堂课 上了一堂课之后舌头都打结了 在巴黎拍戏除了语言的障碍 低着零度的寒冷天气 也让穿着单薄戏服的韩庚头疼不已 不过速苦归速苦 有关电影《寻找罗麦》的剧情以及角色 韩庚可是咬紧牙关 就是不说 在结束寻找罗麦的拍摄后 韩庚将赶往好莱坞继续完成变形平康寺的拍摄工作 虽然在电视中韩庚只是一个小角色 但能在西中完成他梦寐以求的太空跳 着实让他兴奋不已 这次到巴黎拍摄结束以后 就会飞到奥兰东航空基地 然后去培训三天 对 然后准备明年就外太空的一个计划 是的 那希望这个外太空的计划可以尽早的完成 让各位粉丝不要等得太久